炮弹声轰隆巨响听起来就在不远处 但街头民众还是照常走动 对于轰炸声不断 威尔斯克居民早就见怪不怪 一旦炮火靠近就往地下室躲去 没有瓦斯就拿被炸毁的房子木材砍来烧火 过得再苦也不愿离开家园 震撼乌军猛烈交火的俄军 距离当地只有8到10公里左右 只是随着俄军伤亡比预期来的惨重 由俄罗斯监狱的囚犯拍到俄罗斯军队 开始在狱中大举步兵 CNN也访问到当地一名囚犯 囚犯表示不用有军事经验 只要自愿从军 每个月就能拿到大约新台币10.5万元的薪资 而且保证六个月内就能获得特赦 一开始只需要两周的军事训练 开出诱人条件 因为俄军希望能招募至少两千到三千人 为了增加军力 俄军无所不用齐提 西方国家动作也不断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批准瑞典和芬兰 加入北约的提案 现在只剩不到十个国家也同意 两国就能正式成为北约新成员 TVBS 陈陈泰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